- 近日,伊朗军队最有力量的强人卡西姆·苏莱曼尼表示,巴基斯坦从沙特得到了大量的资金,就帮助沙特,冲到沙特与伊朗的带领人战争的第一线。 - 现在沙特和伊朗两强争雄,很多相关国家也要表态站队。 - 就在今年2月19日,沙特王储宣布向巴基斯坦投资200亿美元,这对于巴基斯坦来说,是一个让人振奋的好消息。 - 当然,巴基斯坦也对沙特给予了很多帮助。 - 就在2018年,巴基斯坦还参加了沙特组制的40国防控联军,巴军上将还担任了总司令。 - 其实早在1971年开,沙特与巴基斯坦关,就非常好。 - 沙特经济援助巴基斯坦,巴基斯坦在沙特团住2万军队,以保卫沙特。 - 在海湾战争,在美军抵达以前,保卫沙特边境,准备与萨塔姆大军决议死战的,14万巴基斯坦军队。 - 但是,巴基斯坦和沙特是盟友,在伊朗看来,那就是正面要对抗于众多海外国家,背后还有一个巴基斯坦。 - 为此,伊朗就把波斯湾上的查巴哈尔港口租借给了印度。 - 这样一来,巴基斯坦也面临着两边都有印度势力的问题。 - 但是,沙特在2018年为巴基斯坦提供了60亿美元援助,阿联酋也援助了30亿美元。 - 到2019年,沙特更是给巴基斯坦投资200亿美元,建立巨大的连油厂。 - 这些援助也是巴基斯坦不可或缺的。 - 对于沙特和阿联酋等国来说,巴基斯坦人口众多超过一亿人口,而且比较能征善善,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,有一定的军工产业。 - 最重要的是,巴基斯坦拥有超过伊朗的职律,在人口数量,国土面积上也不次于伊朗。 - 而这些都是他们所欠缺的,所以,巴基斯坦是一个重要的盟友。 - 现在,虽然我们经常看到,在也门战场,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,经常取得一些小伏技战的胜利。 - 但是,从整个战场全局来看,胡塞武装正在节节半退。 - 在各个战场都处于劣势,一旦也门胡塞武装失败,对于伊朗也是一个重大打击。 - 为此,伊朗也因为担心,再有一个大的力量,进入到远门战争当中。 - 那样的话,胡塞武装将会很快失败。 - 然后,胡塞武装正在节节半章中。 - 然后,胡塞武装正在节节半章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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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